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泄吧 发泄吧 发泄完了 你必须做回那个不懂声色的叶蓉萱 那个毫不留恋过去的叶蓉萱 郭瑞啊 妈给你煮了碗面条 来 赶紧起来 趁热吃了吧 郭瑞 你说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这样已经好几天了 你能不能多少吃一点点 你说你这孩子 你跟妈说句话 你别吓唬妈行不行 你就知道哭 那哭能管什么有吗 还不都是怪你呀 当初你要不是讲那个什么骨气 什么面子 什么尊严的 你说孩子他能成这样吗 郭瑞啊 儿子啊 之前 都是爸妈不对 爸妈给你认个错 他说话 我们爷爷爷也是担心你啊 现在 仔细想一想 人家徐曼那真是一个不错的好姑娘啊 现在我们回想起来 你之前做了不少的错的事情 你就别继续再错下去了 你要是想跟人家好好的在一起 就大胆地把人家再追回来 啊 倩倩倩倩倩 怎么了这是 你问问他 倩倩倩 你又闯什么祸了 看把你妈气的 能怎么定 他起人忧天呗 我起人忧天 你做了什么你说呀 我做什么了 你说你做什么了 你翻我房间 翻你房间 我自己女儿我都快不认识了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犯了我的隐私 我是可以去告你的 倩倩 怎么跟妈妈说话的 告我 行啊 翅膀硬了 要告我是吧 你去告我 去告我 你以为 我是因为你抽烟 打扮得不伦不类 出去鬼混 我才生气的是吧 你脾气那么古怪 我哪磨得透啊 你还不说什么 说什么呀 有什么好说的 他被学校开除了 如果不是我打电话到学校 你打算还要瞒我们多久 看看你这个样子 你就没有一点点的内疚吗 我每年花那么多钱 够你去国外念书 你就这样回报我的吗 哎 拜托 又不是我想要去国外念书的 是你们非要拿那么多钱 让我去国外念书的 你们都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 你们凭什么管我要回报啊 混账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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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 你老实讲 为什么被开除 不就开除嘛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你什么态度啊 你为什么被开除 开除就开除嘛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吧 他被开除 是因为他逃课作弊 和自己老师混在一起 不知廉耻 什么叫不知廉耻 我那是爱情 爱情 你懂什么叫爱情啊 如果是爱情 为什么开除了是你不是他 那是因为是我要求的 是我追了他 所以被开除的人 就应该是我 好了 倩倩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好好跟爸妈妈 解释解释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们 一个两个表现得 痛心疾首的样子 早干吗去了 我才十九岁啊 在我过去十九年里 你们参与了多少 对 我是骗了你们 那是因为你们想要的是一个听话 懂事的女儿 我只有装作听话懂事的样子 才能从你们那儿拿到更多的钱 你们只会说我骗了你们 那你们呢 我们不过是互相欺骗而已啊 滚 给我滚 滚 进去 雨晟 倩倩 爸爸能跟你谈谈吗 你可以说 但是如果连你也想来教育我 那你还是别说了 爸爸不是教育你 其他的事情爸爸可以不管你 可以放任你 但是你的个人感情 爸爸必须要跟你讲 你才多大呀 你还不了解感情 你的心里还不成熟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阻止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来 我是不是应该说 谢谢你对我的教导啊 可是你自己又做了什么 你凭什么来教育我 爸 爸爸做什么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跟我妈说是因为我不想让她心里难受 对 我被开除我活该 可是我不需要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男人来教育我 你自己做什么 什么 我自己说 你自己去家庭不贏了 我自己去家庭不负责任 你自己去家庭也不负责任 你你去家庭也不负责任 好了好了不哭了 让爸爸看透 你走 我不要你加信心的 有本事你们今天就打死我 你给我出去啦 快快快快快 主编啊 我 周助理 你来得正好 快进来吧 董小姐富有经验 公司决定 将她聘为模特部门的主管 董小姐还提议 由你来负责这次走秀的监管 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问题啊 我听从公司安排 那就好 这次董小姐的模特部门 会与你通力合作 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展现一场 非常优秀的大修 周助理 以后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周助理来找我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啊 我就想来问一下主编 今天的咖啡是加糖还是不加糖 跟以前一样 是加糖还是不加糖 不加啊 好的 对了 主编什么时候想加糖了 麻烦跟我说一声 合作愉快 谁要跟你合作愉快 周助理好像不是很开心啊 他就是这样的人 喜欢把喜怒哀乐都显脸上 但他不是针对你 你别放在心上 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难怪你会喜欢他 听说董思言要来医软了 真的假的 来不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最好自己的工作最重要了 跟我当然没什么关系 对你就不一样了 对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跟你讲 要是说以前 你比董思言还有那么一点点 清水楼台仙得月的优势的话 等到他进了医啊 你可就连这唯一的 一点点的优势都没有了 你就要被打入冷宫了 你怎么知道 被打入冷宫的是我呢 你没有发现吗 你没有发现今天有什么不同吗 主编今天没有送你花 他可能是忘了吧 我觉得他以后天天都会忘的 只见新人笑 哪闻旧人哭 你说你怎么跟董思言比啊 你看看人家那个小脸蛋长的 那整个让你嫉妒 你再看看你 好 你现在是土鸡变凤凰吗 可你还是土鸡嘛 你怎么跟天鹅比呢 你跟天鹅是有区别的 我跟你说啊 男人都是视觉的 要是他进了医院 你觉得主编以后 会把注意力放在天鹅身上 还是放在土鸡身上 艾米啊 我觉得你对男人了解的挺透彻的 那当然了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败 我觉得你的工作还是太轻松了 我有必要分你一些新的工作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那儿还有一堆文档没有弄的 我这两天被这个事情搞得头都大了 周人 是不是 我们以后就是同事了 多多关照 董小姐能力出众 也要请你多多关照猜事 我跟主编之间 希望你不要误会啊 这次进Era 是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 跟原来的经纪公司解约了 会进Era 也只是主编纯粹出于朋友之间的照顾 也没什么 我都可以理解的 因为主编对每个人都很好 那就好 我最怕的就是你误会 我跟主编之间确实有过一段感情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往前看不是吗 当然 那我先去工作了 对了 谢谢你 昨天帮我把生日礼物送给主编 是完败 进来一下 把这文档放到人事部存档 你怎么了 看上去好像没精神一样 没怎么 生气了 没有啊 还说没有 一脸怨气 准备好了什么事吗 没有的话我出去工作了 哎 董小姐的事情 她是来公司工作的 当那凯琳点名让她做走绣摩托 在家人公司 现在需要成立摩托部门 她又失业了 所以 所以主编想拼用谁来做主管 有必要跟我解释吗 我这不是怕公司被人误会吗 我想跟你一起配合 打破那些流言蜚语啊 你来跟我说这些 只是为了让我跟你做个配合 扼杀流言蜚语啊 这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还不是怕你多想啊 我哪敢多想 怜香惜玉 人之常情啊 有谁能抵挡住一盒 香醇美好的巧克力呢 对我来说那盒巧克力 已经过期了 是 已经过期了 但仍然有人爱不释手 愿意放下 不是吗 就像那个机器人挖裂模型 又丑又奇怪 强塞在人家手上 才真是强人所难吧 我就不明白了 我都解释那么清楚了 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 没有任何私人情感 你不要总是借题 发挥无理取闹好不好 到底是我无理取闹 还是你自欺欺人啊 是你说过 一切都会正常 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你没发现吗 现在什么都变了 不懂你在说什么 是谁说过 每天都会送我一束花的 那如果一些正常的话 今天的话呢 送哪儿去了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花吗 是谁跟我说过 不要因为爸爸的事情 而讨厌花的 我 你什么你 都是借口 我算是想明白了 你不是瓦砾 我也不是伊瓦 所以你想让我来做 抵挡流言蜚语的挡箭牌 我不愿意 你以为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个挡箭牌吗 好了 我向你保证 以后在公司 跟他保持距离 行了吧 你就别生气了 我中午请你吃饭 就当是弥补 没有送花的损失 可以吧 不去 回去吧 回去 回去吧 回去吧 送一担心 我是您的 martha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事 或许从一开始 我就错了 为了成功 我委屈求全 跌生下棋 为了成功 我用尽心思 费尽心机 为了成功 我抛弃了五年的爱情 却要再一次残忍地 我偏取了另一个女孩 善良的心 却要再一次残忍地 将她撕裂入碎 总之为了 却要再一次残忍地 在哪里 有些人 在哪里 却要再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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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啊 郭瑞 恭喜啊 你的星光体育场设计方案 被采纳了 是啊 单凭这个 你就能挤进一流设计师的行业了 那个案子 不是早就已经被通过掉的 他还不知道呢 令这个方案起死回生的人 是徐曼 你可得好好感谢感谢徐曼 对 前一阵子 他因为你也不认识 你这个设计 可没少跟人应酬喝酒 你说他一女孩 喝那么多酒 多伤心 怎么又出去喝酒了 公司应酬 最近公司有那么多项目 怎么回事啊 天天喝成这样 像什么样 没办法 少人应酬 德国只有应酬没有加了 是什么应酬 让你天天喝成这样 现在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能答应的是 以后我一定会是个好妻子 徐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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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先生 小姐她不想见你 您还是回去吧 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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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曼 我知道你在家 我知道你不想欠我 毕竟我伤你伤的实在太深了 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原谅我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道歉 你可能会是一个人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辜负了你的爱 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一片真心 你曾经忘了我 你问我是不是还爱着你 可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 直到你真的离开我之后 我才发现 我才发现我的世界里面 已经充满了你 徐曼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最惨人的事情 不是你没有遇到爱的人 而是你遇到爱的人以后 也最终错过 这个世界上最伤心的事情 不是你爱的人不爱你 而是他爱过你以后 最后就不爱你了 徐曼 对不起是我做错了 我真的错了 徐曼 我求求你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徐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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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走吧 主编 你怎么还没走 我刚来公司 还有很多学习和交接的东西 辛苦你了 既然拿了公司的薪水 就应该为公司创造效益 谢谢你为公司着想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等等 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 想向主编请教和学习 我请你吃个饭吧 你不会又要避开我吧 没有 走吧 我刚好定了位置 但是说好了 我请客 您好 等会儿 您的号 学号吗 那个号 这是您的号 前面还有二十八桌 旁边等一下吧 小菲 怎么还来这么多人啊 还有等多久啊 还有二十八桌 估计怎么样都得等一小时 二十八桌 你干嘛不早点定啊 睡下好了 吃肥了 等瘦了 你能怪我吗 我哪知道人那么多啊 也不知道今天人都怎么了 全跑来这儿凑热呢 明天是周末呀 大家都累了一个星期了 当然出来好好聚一聚 补充一下营养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等呗 咱们走 去哪儿啊 吃大餐 雕刻时光 有人赶不定了位置 行啊你 吃大餐 人生在世 总要及时想的 加那么多糖不会腻吗 甜的可以让人心情变好 可是糖吃多了会生病 而且甜的东西 只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 这是一种麻痹 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很多事情 本来就不需要意义 就像很多人 本来就知道没有结果 还是要去期盼 明知道没有意义 还是要去做 人就是这样 总是喜欢跟自己作对 不是吗 好 尝尝吧 也许会有你怀念的味道 服务员 您好先生 再帮我拿杯咖啡 好的稍等 您好 请问有预约吗 有的 请问您预约的名字是 叶蓉萱 叶先生 预约两人对吗 不好意思 叶先生只预约了一个两人桌 我们就是两个人 对啊 是这样的 叶先生是预约了一个两人桌 没错 但是他现在正在跟另一位朋友吃饭 您看您两位是跟他们几亿张桌 不可能啊 他是为我盯着桌 嗯 这个 怎么回事 我们看一下 不会吧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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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我抓过 现在什么都在涨价 就人越来越贱 就算金融危机了 你也跪不了 不是草船 就不要往我这儿乱放箭了 记住啊 子曾经约过 不要把我对你的宽容 当做你不要脸的资本 还有理由 看什么 你知不知道 这世界上有三种渣男 一 是良心被狗吃了的渣男 二是良心还没有被狗吃的渣男 三 就是你这种 良心连狗都不愿意吃的渣男 乱讲什么 还不跟我走 我 发什么愣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过去赏他两个巴掌 然后走人 你不敢 你不敢我去 哎呀 小飞 我们还是走 周然 这么多人呢 别闹了 这么多人怎么了 他们都不怕丢人我们 怕什么 走 喂 你干嘛 为什么就这样逃开 我只是不想让大家变得那么难看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懦弱了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处理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别多管闲事了 我多管闲事 你以为我愿意吗 还不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 要在别人身上 我才懒得理呢 你都不知道 你现在有多么卑微 多么懦弱 多让人瞧不起 那你要我怎么做 我过去狠狠地甩他一个耳光吗 然后在他头上倒一杯咖啡 我大声地对他宣誓 说你身边这个男人 我拥有绝对的主权 但是我凭什么这么做呀 我跟燕容轩只是临时的恋爱关系 喜欢他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情 走吧 不饿死 主编 跟周助理认识多久了 不算很久 那你觉得 你了解周助理吗 有些人即使你相处了很多年 但是你未必了解 有些人 可能只是两三天 但是却会让你很心安 那我进Era 周助理会不会不开心 我是说 毕竟我们俩曾经的关系 周助理会不会多想 周助理这个人亲直口快 他如果有什么想法 他会直接说出来 你对他评价很高吗 我只是实话实说 董小姐今天说了这么多话 还没有谈到工作的事情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我又不是老虎 你又那么怕我吗 你又那么怕我吗 我知道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回到从前了 从今天起 我也会从心里把你放下 既然做不成恋人 做朋友总可以吧 你能那么想最后 既然是朋友 陪我吃完这顿饭没问题吧 一杯冰啤酒下去 真的很降温 多喝点冰的好 看你脑袋能不能清醒一点 服务员 再来两瓶冰啤酒 不用了不用了 谢谢啊 我本来呢 是跟你约在西餐厅的 现在却在这儿 烟熏火燎 喝酒露川 我喝两瓶啤酒怎么了 虽然是烟熏火燎 但是其位无穷啊 别把我们说得那么可怜 你呀 就一直这么麻痹自己吧 多喝点 喝醉了世界变得更美好 你自己喝吧 我一会儿还有工作 我明天还有事呢 明天哪有什么事 明天是周末 叶蓉萱的妈妈还在愉悦呢 我要怎么说你啊 你为叶蓉萱做这么多 她又不知道 有什么意义啊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啊 但是我总不能置身室外吧 你呦 就是犯贱 我就是犯贱 爱情不就是犯贱吗 你呀 是中了爱情的毒 现在好了 情敌就在身边 你打算怎么办 总不能不打不骂 用你的善良来感化她 让她的良心受到谴责吧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心的 哎 算了 过一天试一天吧 说不定哪一天 我就想通了呢 对了 那个布云菲怎么样了 她 要呢 还有累积吗 就是偶尔发发信息嘛 你提她干嘛 你该不会觉得我跟她 我觉得她不错啊 长得帅又有钱 与其啊 你跟易容轩在那边淋晕信誉 不如跟顾云菲在这儿 退而结往 我告诉你啊 我跟她之间是不可能的 怎么就不可能 七十万了 她说借就借给你 我看不是对你有意思 就是个神经病 大小姐 爱情呢 不是算计得来的 从来也是算计得不来的 你呀 能不能清醒一点 别说我了 你怎么样 能怎么样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那你跟那个画家呢 也没怎么样啊 就她画画 我当她的模特儿 从你的眼神 感觉不太一样呢 好吧 我承认 是有一点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期待着收到她的信息 有事情的时候 也会不由自主地想找她讨论 像我出来玩 也会给她留个便签 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那我告诉你啊 你爱上她啦 怎么可能 在爱情里 我可是个理智主义者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真的遇到 一个爱的人 你知不知道理性最大的敌人是谁啊 是爱情 不会的 肯定不会的 你别忘了 我是一个独视力的女人啊 喂 什么 好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周然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走了 我们改天再聚啊 拜拜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这也不能怪你了 两位 现在怎么样了 需要报警吗 不是啊 平白无故的 孩子怎么会不见呢 没有 今天下午 杨阳一直在这里的 我就接待了一个家长 说两句话的功夫 一转身这孩子就不见了 哎 老师 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杨阳怎么不见的 她是班主任是吗 对 她是班主任 是的 是的 杨阳她有没有跟其他小朋友 吵个架 没有 今天杨阳的表现 一直都非常好 下午我还表现 有玩过她呢 杨阳她有没有说过 什么奇怪的话 或者做过什么奇怪的事呢 她最近一直嚷嚷着 要买飞机票 说是要坐飞机 我去报警 好了 报警 等一下 我可能知道杨阳在哪里了 阿姨 小朋友 谁跟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 我自己来的 你几岁了 我今年六岁了 小朋友 你竟然自己出来坐飞机 你爸爸妈妈知道吗 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的 这可是我妈妈的地址 还有钱都在里面呢 你妈妈在美国啊 可是你这样出来 你的爸爸知道吗 这位漂亮姐姐 你就把票卖给我吧 小朋友嘴真甜 真会卖萌 来来 这个小朋友的父母 都不在身边 你先带她去休息室 我想办法联系一下 她的家人 好 你快去 小朋友 现在飞机还没有到 阿姨先带你去休息室 好不好 嗯 那等会儿飞机到了 阿姨再过来带你拿登机牌 走 这里 喂 是雅阳的父亲吗 是是是 我们现在在十一号 你赶紧过来 好 十一号 十一号 在那儿 这里 小姐 小姐 你刚才打电话给我 是不是你 哦 您就是梁先生吗 对对对 梁卫 好 您去哪里啊 您这边请 请跟我来 好 先生 您这边请 谢谢 你太过分了 小声一点了 公众场合 照顾行先生 島文 人民的 人大人 ses 再准备了 好 咱俩 居然自驼 emotional señor 你不要生气了 你告诉菲菲姐姐 为什么想要去找妈妈呢 下周举行亲子运动会 我不想让同学们说 我是没有妈妈的孩子 我知道 爸爸不喜欢我提起妈妈 所以我才没跟他说 你不想让同学们说 你不要生气了 杨阳还这么小 父亲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有些事情你是替代不了的 我知道 杨阳 周末的运动会 菲菲姐姐陪你去参加好不好 好啊 依依 嗯 嗯 嗯